大家好,今天是9月28日,星期五也是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天,同时也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,市就平平稳稳的,暂时没有太大惊喜了,因为剩下一个交易天,指数高点低点,其实不重要的了,最重要是什么呢? 9月份经过一轮的上升,形态已经扭转成为先低后高,低位是12号的,26219点,高位暂时来说也是26号的,28031点,经过1812点的急步的上升,其实头不是只有9个交易天,高台有少少消化整股,是很正常的,当然知道,下个礼拜放假内地有三日假期,因为国庆节, 所以不要北水南下,令到大市的气氛有少少偏向于比较淡静了,实际上跟大家谈的这些分钟是3点45分,成交价值到这一刻都只有678亿,是相对比较淡静的,不过淡静得来,大市就不是那么差,整个指数曾经一度去到27927点,即是说,挨近288,但始终过不了,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,以指数现在27734点计数,是在50天线坐着的,升破50天线小小小,或者跌穿50天线小小,是完全不重要的, 因为九日之内升了1812点,有128点,238点的消化和整股,是很正常的,现在问题就是,经过一轮的上升, 10月初的大市如何先行,这个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,因为现在的指数挨近28000点,如果你说10月份,保持到先低后高形态,有1500点的上升的波幅,以现在这个水平一算下去,量上去已经是29000以上了, 反过来,有点整股,有点反复,那月初可能,试试27000,亦都不出奇,因为在27700,27800这些水平,只要有3%的反复,你不升700,或者800点,就一定下跌700,800点了, 月初的指数,相对来说有点反复,不是太高,其实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,因为先低,有条件后高,不过5月份到现在这分钟,是梅花间足的,5月升,6月跌,7月升,8月跌,9月最终都是升,那10月份到底是不是梅花间足这样反复呢,这个我们要到上尽打后才知道,直到现在这一刻,如果影响了大事,我觉得都是中美的贸易事件, 不过市场对这件事件,有点烦厌的了,是厌,还有是烦,无论特朗普说这样,说那样,大家都没有感觉的了,因为它要做到一个很惊吓,很大压力的效果,其实已经暂时没有了,由事件最初去出招的时候,的确令到市场有点惊吓的,但是无论怎么样,事件一定是划分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出招,中国还击,去到现在这一刻来说, 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,就是谈判的了,只不过姿态放得比较高,那到底事件需要什么时候,需要多久,然后才有个结果呢,这个大家都不知道,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,市场对这件事件的看法,是已经是有点烦厌的了,那就是说呢,会看回一些基本面,基本面是什么呢,主要蓝走平均的市盈率曾经低见十倍,息率超过三厘半,其实具备一定的防守性的了,那如果 如果你说呢,事件僵持下去的,最多是不能升的,跌就跌不下去变的嘛,除非有新一轮的利淡消息,造成另一个冲击的而已,下一层上升仍然都是, 就是几只要主要成份股,包括腾讯,就算部分没有以前那么用,都是腾讯,因为成份里面占10.05%,汇控占10.09%,还有呢,939建行占7.95%,平保占4.69%, 港交所应该占2.94%,这几只蓝走将会是下一层升市的领航股了,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,好,今天说到这里